我们再来看到最新现场是拔罐真的要特别小心 次数也不可以太过频繁 在新北市有一名从事美法业的线性男子 最近工作因为比较累 平均两三天就得要到中医诊所来拔罐 结果没有想到呢 他背部出现了两道严重的瘀伤还有水炮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邵紫阳为大家报道 这直播新北市一名线性男子呢 他在美容院担任的是美法设计师 而其实呢在这三个月当中呢 他工作量是增加了 因此他比较疲惫 他就到了已经看诊十多年的中医诊所去进行拔罐 但是没有想到呢 就在9月3号进行拔罐的时候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他背部有两大片长长的瘀青瘀血之外呢 上头还有大面积的水炮 而且在诊疗完之后呢 那个诊疗师就用针了去刺他的水炮 让他相当疼痛 事后他到其他的医院去进行就诊 就发现原来除了瘀伤之外呢 还有大面积的水炮 他认为是诊疗有疏失 一直向医院提出求偿 就以一万两千元进行和解 文体长稍早访问 怎么会那么久 甚至会骑水炮 甚至你要用针车 那个去戳我的那个水炮 那我想问说 我想要问医院方说 你的针到底有消毒过吗 我也不了解 以前八怪大概时间是多久 以前八怪的时间了不起20分钟而已 对 那这次有问说 为什么会特别久吗 他也没有说 因为本身那个帮我拔罐那个华哥呢 他本身他是做外场的小助理 他并没有医生 他并没有那种医护人员的执照 好 这新男子是表示说呢 他跟这一家中医诊所已经看诊十多年了 其实感情非常的好 跟院长所有人都有认识 因此最后一万两千元进行和解 但是他对于这些诊疗疏失呢 还是认为院方有疏失 而院方在稍后也会有公开说明 不过在这些之前呢 进行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访问的时候 他们是表示说呢 这名男子呢 其实最近几个月来呢 看诊时速越来越频繁 而且当天还是自己要求呢 助理去帮他做一个推拿 因此可能中间呢 才会造成一些舒适的一些工作 不过呢 他还是认为说呢 最后双方已经进行 一万两千元进行和解了 但是男子呢 拿出就诊记录制 博志说 他这两个月来 虽然有比较频繁去看诊 但是拔罐的次数并没有这么多 怀世这一次呢 拔罐长达一个多小时 才会让他有这一次的伤害 而双方目前已经和解 以上最新主播 好 谢谢紫阳的连线报导 那么稍后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带你掌握 后续的发展